現在已經攪拌完畢 我們已經把它轉移到一公升的定量瓶 可以看到說我們需要慢慢的把它加到 一公升的線 請看洪同學的示範 好 到接近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使用洗滴瓶 接下來洗滴瓶使用的是純水 請看洪同學的示範 我們要把四角拉到 我把鏡頭拉近 這樣子看的時候 我們的藍色圈這樣是可以看到立體的橢圓狀 我們要把四角壓到跟它水平一樣高 這個是從小到大教科書都有教 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像洪同學就做得很好 加到一公升就好了